三、二、一 实际上各位好 我是中文比越南好好的越南人阿阮 打开阿阮 也就是阮黄龙的YouTube频道 里面充满浓浓的台越元素 父母都是越南人 在越南出生 台湾长大的阿阮 和台湾女友以及越南朋友 用多元观点跨越排越差异 但YouTuber只是他的其中一个身份 选在疫情期间逆向思考 姚生变成甜点品牌创业家 传统的模式就是比较靠经验 但是其实靠经验的时候 它就比较难去控制 每一颗的品质 跟他的每颗的一个水准 所以我才会希望说 我的模式就是要走出一个 比较系统化跟标准化的方式 累归累但乐在当下 在从阿阮修剪饼皮的坚持 介绍他的第三个身份 可是设计师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说 在越南人可能自己看了这个作品 然后我解说之后 他们会有一种 哇原来如此的那种感觉 当初我们做的这个品牌 阿布其实就是把art跟fabulous 就是希望这个艺术是美好的 对把它带入生活里面 而不是很深厉的 变成博物馆的一个重视的意义 而能催振这个品牌 也要归功当初中原文创研究所教授 推荐阿阮参加移民署的海外培力计划 这个计划让阿阮能到越南 寻找台越文创的连结 当时念世新广电的妹妹黄美 也有参与 像我主要其实很像是拍vlog的心事 去记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把越南的元素分成人文地产景 五个五大主题 然后把它做成那个布花图样 我觉得它空气就弥漫着 就属于它的味道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难 去用言语去形容的 它就是记忆中的味道 用台湾熟悉的花布 说一个个属于越南布花的故事 就让一向重视青年培力 还有区域人才 也在疫情期间参与新住民 青年培力座谈会的政大教授 某时也是台亚基金会执行长的杨昊 很欣慰 我想这一对来自新住民家庭的兄妹 提供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他们善用自身的这个跨文化的背景 跟对于双边文化的了解 然后也结合了年轻 时下年轻人希望可以开创事业 创新创业打造自己品牌的这个动力 透过自身的努力的宣传跟故事的行销 也说明出他们对于台湾这片土地的再认识 提到东南亚 杨昊教授眼中闪烁着光芒 因为从学术中跨越到真实世界 他感受到新南乡政策 真的不是一句句口号 我想在这个政府的旗舰计划群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軸 就是在高等教育跟产业人才的培育上 所以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校园里面 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来自于东南亚 南亚以及印度的年轻学子 除了教育部的这个人才的资源之外 对于新住民的赔利 新住民家庭跟新住民子女 家庭子女的赔利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网络跟资源 能转动台湾的温暖双手 都该被感谢 不管是我爸爸妈妈或者是我的亲戚 他们其实都是为了工作非常的努力 也还有很多就是从东南亚来的工作的人 他们都是为了生活在做努力 就像是我们可能会想要去澳洲打工 我觉得这是蛮像的概念 如果台湾的文创市场可以把我们的成功的经验 把它复制到越南的话 就是对我觉得都是双赢的一个结果 也是这一次我去的目的 一起为生活努力 一起为台湾打拼 也希望透过阿软的故事 让大家能给你我身边的新住民 或新二代 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鼓励 3 2 1 大家好 我是中国美化好的越南人阿软 晚安